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 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景登场最新消息 在什么地方我会有品牌溢价呢 比中国落后的地方 仰望中国的地方就有品牌溢价 对 是吧 比如在一些拉美拉菲亚非拉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 所以他觉得中国东西就是他觉得不错的 但是不是他的最高仰望的 不是 还是在欧洲美国 所以你看中国在非洲 我们占领了很多的市场 有些小的国家 什么里面公共设施啊 什么什么都是 很多人生活肉体买的全是中国的 但你看他们的学习班学的还是英文 像一些杂志看的文章 还是英文 他们还是仰望老牌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 因为那是一种仰望的一种价值 对 他那种他是一种生活方式 所以中国的品牌你做跨境电商的时候 他没有品牌溢价 而对于在中国本土有一定优势的品牌来讲 跨境电商没有品牌溢价他就非常难受了 因为整体的投入产出比是极度不平好 对 他公司是按照品牌公司来运作的 对 但跨境电商是希望你的卖货 你公司是一个生产商的角色来去超市的工作商 对 是出现的 这是一个暂时无法调和的矛盾 所以为什么跨境电商对中国的品牌来讲 这么难做呢 就叫做也不是下也不是 上也不是下也不是 现在其实会有一个争议 到底是电商品牌化还是品牌电商化 从刚刚中水里的这个分析来看 品牌电商化其实本身就会有一个对立 品牌商其实是要去做品牌溢价 他有更多的无形的东西支撑他 我觉得这是伪命题 什么电商品牌化和品牌电商化 这有点扯 为什么 怎么电商品牌化和品牌电商化 有人认为说我在电商上卖出了数据 卖出了沉淀卖出量 那我就升级成为一个品牌 比如说三次松鼠这样的方式 有人认为说不是 我本来就是一个品牌 我要进入电商这个渠道去覆盖更多的消费者 一个是说我要去做升级升纹 有一个说不我要去做降纹 我觉得这个你们想的太多了 想太多了 电商它只是一种销售模式 它只是一个渠道 对对吧 无论是销售的渠道还是传播的渠道 它就是一个 就是一种触打消费者的方式而已 我非常喜欢你这个词触打 对啊 你无论你报什么目的 你是想卖货的 还是只是想做宣传的 还是想做人制度的 嗯 它只是这种方式 没有什么逻辑上讲不同 什么电商品牌 电商化电商品牌化 这两个概念 其实是故意制造了对立 广东话就要找东西来说的 对 这不就是就像律师一样的 是吧 律师是 都非常高度认同的 这么一个户外品牌 无论跨境 这句话我认同 我们在国内呢 还是说得到一定认同 得到一定认同 有多高度我不知道 还是比较谦逊的 但全球来讲 我们也是这种小众的群体里面 是有比较好的认同 在大众消费者那里 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真正开始 从沿着这个话题去延伸 无论是跨境电商也好 或者是其他未来任何的这种 渠道的触达那里 凯勒斯的路还是往这个方向去走 那就会有一个挑战了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一个小众的市场 跟大众消费者 其实从你的角度看 你希望它变成一个像 像现在这种马拉松的这种 全民普及的方式呢 还是说其实 作为一个狂热的户外运动者 其实你很清楚户外运动 尤其是专业级的温柔 它的危险系数是越来越高的 什么会越来越高呢 危险系数没名就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为什么 那肯定越来越低 有人说我 你看所有的登山的它的死亡率嘛 你从登珠峰死亡率从百分之几十 三四十一直降到百分之各位数 从这个数字看是不是意味着 其实整一个的攀登登山运动 它是完全有足够的基础 去变成一个叫大众的这种 登山运动本来就是个 现在就是个大众运动 欧美国家它已经是大军运动了 我们登山有分很多种就超高海拔的 对 高海拔的 对 低海拔的登山 对 是吧 有些海拔比较低的 它的那个 它的危险系数就会下降了 嗯 很多人很多人登山啊 嗯 都那种一两千米两三千米的山 嗯 当然这严格意义上 这种叫高山徒步吧 对 那它不 不算登山它叫徒步 嗯 那个 所以这个系数 危险系数是其实下降了 在野外 就是最大的 危险系数 最大的那个危害有三个 嗯 一个是 失温 嗯 一个是 迷路 失温迷路 一个是坠落 坠落 嗯 就像签证子刚刚出现的 这是比较 严重 就是 比较 还在前面三个吧 是比较 危险的 那这个 整体来讲 就是 我们家门口 嗯 那个 以前我们家门口 那条小河 嗯 大人能 淌水都能淌过去的小河 对 每年还淹死好几个了 我明白 我明白你的观点了 你说 他总有一个概率 自然死亡的 所以登山并没有 呃 想象中那么难 那么危险 嗯 并且这种 风险是逐年下降 嗯 逐年下降 为什么 第一个资讯的 越来越发达 对 是吧 那个对地形 对天气的 人类的 这意盼 会越来越强 对 第二个装备 越来越精良 对天气的 益盘越来越好 对三地的 这种 就是从业者的 或者是领队的 专业度 专业度越来越高 装备越来越精良 嗯 像珠峰 你看珠峰上面 现在 估计有一半是凯乐斯的帐篷 一半以上 今年去登珠峰了 如果从中国出发的 有80%是 使用凯乐斯的装备 嗯 甚至一些外国 就是你看尼泊 我们的市场占有力 嗯 就是 是远远超过其他品牌 这高 高海拔的 对 超高海拔 那为什么 哇 现在珠峰登顶 你这么高 嗯 那是因为 我们的装备 夜来夜精良 我喜欢你这个归纳总结 你还记得我们在刚刚 今天开始采访之前呢 我跟周水 讲我自己啊 我说我以前啊 在2018之前 我是不喜欢去看灯 我也不喜欢去乌碗 我那反正是这个 喜欢在 室内 或者去海边 嗯 18年以后 原来是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海 我开始尝试去做 叫高原自驾 跟高原同步的时候呢 我们身边很多朋友 都跟我说 你不要去 太危险了 高原很危险的 不要去 高原上面会有滑坡 会有泥石流 会有那个暴雪 哎 会干嘛干嘛呢 然后从18年来看 18192021 我四年了 我每一年 五一国庆春节 我都会去外面 都会去户外 短的三四天 长的七天的 长途的自驾 穿越高山徒步 跟入门级的盘等 就像您刚刚所说的 三年前的我 四年前的我 我经过四国阳山 我觉得我好高啊 后面发现我自己穿了一个 乱七八糟的装备上去 发现不行 到大阪营就下车了 到今年 我们选了专业的向导 专业的装备 做了足够的研究 跟学习 准备后 然后回到了一开始 你提到的气息 我们跟着一个 上过珠峰的大师 我们跟着他一步一步走 我原来认为 我原来认为我可能上不了 结果我就上了 从这个角度看 那我非常认同你的观点 就是说 户外运动 它的门槛其实是降低 从无论是现有的国民来说 还是说从海外消费者来说 就像您说的 户外本身在欧美是一个很普及的运动 在亚非拉新的国家 他其实是在不断的去理解接受 就像您说的 尼泊尔 你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战友率 从中国市场 说回中国市场 尼泊尔市场是一个国际市场 尼泊尔没有本土人 几乎外 都是给 都是给境外的人去做支持 对 对 其实尼泊尔市场是八千米 第一 就顾客 第一大的群体是美国 第二大群体是国家 中国 对 所以讲在尼泊尔 这种超高海拔的攀登 登山就是 他好几座八千米的山峰 就热门的山峰我讲 对 很有意思 他说只有三个国三个地方的人 来尼泊尔登山 一个是美国人 美国人 一个是中国人 还有一个是其他国家 美国人中国人跟其他国家 所以其实美国人跟中国人是量最大的 这两群的 是冲击这个珠峰的人 是的 所以我们在很多高山的产品上面 像联体融服 我们不单只卖给中国 我们卖给全球的消费者 还有高山靴 我卖给全球的消费者 高山靴两个 现在两个市场 就是占有力最大的品牌 一个是 拉斯波利 一个 一个就是凯乐士 这非常难的 技术性的 你所指的高山靴是指是 5000米以上还是8000米以上 我们一般只是 登7000米以上的高山靴 连体的 它的这个跟普通的这种高原徒步的 或者说是轻度的 就什么 它是双层的靴子 双层 保暖气很强 对 因为那个超高海拔 温度很低 风速很大 很容易冻掉脚趾 截肢 我们一出来就 就迅速得到认可 是因为我们 就针对 亚洲人来开发的 因为亚洲人 就黄种人比 西方人 一个是限行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 保暖的问题 就黄种人比白种人 更怕了 所以我们 在保暖的情况底下 保护的 情那种要求上面 做的更 更多 所以马上迅速得到 登山者的要求 后来我们发现 原来白人 白种人 他也怕了 我以为他们不怕了 他一生都是毛 我以为他都自带毛 自带毛衣 怎么会怕了 记得毛衣是吧 还穿着 除了外面几张 还穿那个毛衣是吧 所以 结果发现他们也会 也会怕了 我说脚 因为脚上他们也没长毛 只是身上长 凯文石 未来想变成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很大 非常大 未来想变成什么 中水你希望他变成什么 其实未来想变成什么 你也不知道 我不太在乎 我 我只在乎他现在是什么 他现在是什么 他现在就是个小众品牌 你希望他变成小众的专业的品牌 他很专注在登山 攀岩 夜夜跑 对 这三个 三个核心的 登山 攀岩 夜夜跑 这是我们的核心 我们 就是一个小众的品牌 然后再来 我可以 想变成小众 是一个小众品牌 我可以说 我们的核心牌